今天是中山大學國際金融學院接牌 這也是臺灣第一所 以國家重點金融領域成立的學院 意義非凡 很高興我們的產官學界先進 一起見證這個重要的時刻 我想高雄要成為區域的金融中心 最重要的就是要人才 尤其是很多在地自己培育的人才 有人才 我們才有產業 有教育 我們才有人才 特別是在後疫情的時代 我們因應全球供應鏈的重組 我們產業界要維持發展的動人 這個人才的需求是更加的龐大 所以為了加速我們人才的培育 強化產業的競爭力 去年我們正式立法 希望能用更彈性 更靈活的方式 讓產業一起來投入教學現場 讓學生能夠更快速地 和業界接軌 掌握產業資訊的脈動 在這裡 我要感謝中山大學配合政策 努力推動成立國際金融研究學院 我們看到現場有來自政府各單位 還有金融總會 金融研訓院 以及金融機構的代表 產官學合作的陣容很堅強 也將為臺灣的金融人才培育 打下一個重要的基礎 國際金融研究學院 前期將設立國際資產管理研究所 並且拍攝了數位金融跟永續金融兩個微學層 讓學生可以跨越不同的領域選秀 增加專業技能 校方更延喃了 具有國際金融機構實務經驗的師志 不僅使用英語授課 也提供個案實作的課程 來強化學生的國際競爭力 我要告訴大家 這幾年來政府很重視的目標 就是要打造臺灣 成為亞洲企業資金調度 以及高階資產管理中心 未來 我們透過國際金融研究學院 臺灣可以培養更多的國際資產管理人才 能夠擴大財富管理的業務規模 吸引更多的國際機構和資金來到臺灣 最後 我除了要感謝22家金融機構的資源的挹注 我也要感謝用心規劃學院設立的所有同仁 接下來中山大學準備設立半導體學院 以及學士後的醫學系 我們中山大學一定會持續的茁壯 我鼻祝產管學界一起努力 為臺灣的金融發展來貢獻心力 創造新的理程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